哈囉大家好我是張老師 有一個朋友來這裡論命 特別強調就是說 老師什麼是桃花 他這個問題問的就非常非常好 所以老師有跟大家簡介一下 什麼是桃花 然後為什麼桃花有好的 桃花有壞的 他第二個問題更好 他問老師我說 老師那 桃花是怎麼來的 我就講個笑話叫做 業力引爆 你又知道老師很喜歡講笑話 什麼叫業力引爆 其實這個八字我常講為什麼八字這個結構 八字這個結構 他不是迷信 因為八字結構已經透露出你上輩子的因果 你做了什麼事 這輩子要承受什麼事 三昧水淺一直講 現報 深報 後報 懂不懂 你以前做的事 現在要報 他不會無緣無故不報 也不會無緣無故來報 報之前他會給你一個訊息 一定給你一個訊息 八字就是一個訊息 那八字的日主 八字的什麼格 七煞格 什麼陽刃格 劍路格 就是透露出你的 莫納士跟阿賴夜市 一般我們人的知覺叫做 眼耳比蛇身意 色身香味觸法 就是這種六感 眼耳比蛇身意 但是佛教在講的 還有一個 莫納士跟阿賴夜市 莫納士跟阿賴夜市來講的話 大概兩個小時可以講完 什麼叫莫納士 簡單來講 叫做 潛意識 什麼叫做阿賴夜市 阿賴夜市一般而言 一般而言 我們叫做種子氏 也叫做你的知識庫 所以你看很多小孩子喔 爸爸媽媽喔 不是很聰明你知道嗎 爺爺奶奶 也不是太精明 生出來小孩子很聰明 真的阿 驚得跟鬼一樣 聽好喔 驚得跟鬼一樣 你看鬼多聰明 那他今天在講桃花 老師一定要拉回來 這個主題嘛 桃花對阿 桃花很好 桃花舞春風 問題在這裡 桃花有分它的品種 有所謂的正桃花 有所謂的偏桃花 老師不想講那個什麼爛啦 那個沒有啦 什麼叫正桃花 你的桃花 你的桃花乾乾淨淨 人長得 漂漂亮亮 男生叫做 叫做儀表非凡 女生叫做風之錯約 對 這就是桃花 正桃花 乾乾淨淨 他的桃花 沒有帶結 沒有帶煞 沒有帶傷 這個就是正桃花 這個就是正桃花 那如果你不信 你的帶一個結 那個叫偏的 就不是那麼好 那問題來了 老師啊 哪不然你我都帶到怎麼辦 如果你帶到的話 你要想辦法 如何去 趨吉 避凶 原則上我在論命 我會先講理論 然後我會再講案例 理論跟案例下去搭配 你會看得比較清楚 這個人的命理結構問題 你要先了解這些理論 套在你本身的例子上 會比較 叫做貼切啦 你喔 原來如此 好 你看 如何趨吉避凶 來跟老師論命的人都知道 我講到最後一定有三個重點 第一個 你的吉祥 你的吉祥的正煞之物是什麼 你的洗神用神是什麼 是最重要 第二個 你的方位 你這輩子無論 成龍成鳳 成輔 成豹 你的方位你永遠不要忘記 放之四海而皆準 不要放棄那幾個方位 記得 還有你的顏色 很重要 方位顏色 還有正煞之物 你可以說它是一個招財物 你可以說它是一個招桃花物 我不管你 所以老師都會跟你講 你需要什麼 你想要什麼 不可以三千多求 比如說我要我的名聲 我不缺錢的話 像有的人 像很多大學教授 我希望全世界知道我的 我這個人 我很注重我的名聲 Fan OK 還是說我要我的事業 還是說我要我的感情 我要找到一個對我致死不已的老公 還是我要娶一個漂亮的太太 你都可以跟老師講 我們會針對你的需求在某個方面建構一個東西 你不可能每個都要 來找老師論命的人都知道我會跟你講你要什麼 而且三個不能同時出來 前兩天有一個歐洲的朋友 來跟老師論命 談到這方面的事情 他說老師不是有文昌位嗎 有財位嗎 什麼位 對啊 問題是 問題就在這裡 當你的命中 沒有帶這個文昌位 你的命 沒有帶這種文昌 沒有帶印 你的命中 沒有帶財 你身強沒有帶任何財 的時候 你找的房子 那一個財位一定會被cover掉 比如說那個財位剛好在廁所 那個財位剛好在廚房 我就跟他講 除非你那個房子是空空的 還沒有裝完過 老師可以幫你看 你裝完過的話 就沒辦法 我只能夠給你三個方位 極位 那一定有一個地方在廁所 廚房還是房間 那一個一定是在門口 那剩下哪一個就代表說 你最近要發什麼 發展你的事業啦 還是你會升官啦 還是你可以考上博士 這不一樣的論述 那這位朋友在歐洲很優秀 還問我一下說他國家的運 一般是這樣子啦 國家大事不是我們這種 分析師可以 可以 可以去 指涉到還是彈射到 除非 聽好 除非當事人來這裡 我願意跟他分享一下我的看法 聽好 別人的事我不管 除非當事人要知道 一個事情的演變 我會透過梅花一瞻 透過這種八字分析 跟你講 極凶霍虎 別人 別人不能代為發問 類似的問題 我的原則是這樣子 所以老師的視頻從來不講政治 我也不講經濟 我講政治一流的啊 我是讀國際政治研究所的 我政治比你們熟啊 我敢講啊 政治理論我讀得很透徹 經濟我也有研究 我是讀國際政治經濟研究所 政經所 我對這個很熟 但是為什麼老師不講 因為那個有大人在管 除非這些大人來找我 我倒是願意分享一下 我們就回到本題 那如果你的桃花不振的時候 你就要切記 你要在一個吉祥的方位 把它弄乾淨 透過一種修行的行為 修正行為 那個在那個地方 要保持很乾淨的磁場 包括水 包括花啦 還是包括雨方面 各方面 因為老師不能舉那個例子 是因為 每個人 每個人 巴士都不一樣 他不可能巴士一模一樣 即使你的巴士一模一樣 老師來問一個地方 問一個東西 你是男生女生 第二個 第二個老師來問 你是 你現在住是住哪裡 好 我常常在講一個例子 很重要 也很嚴肅 也不是說我們 看不起什麼東西啦 比如說有一個人 他出生在 北京 還是出生在上海 一個男生 同一個時間 跟同一個時候 有另外一個男生 有另外一個男生 他也出生了 可能出生在一個 貴州 貴州省的某個小 小村莊 都是男生 巴士一模一樣 你說 他們20年後的發展 他們的境遇 會一樣嗎 我一直在研究這個問題 我在研究 中國人 這種八字的問題 我也在研究 外國人 八字問題 為什麼有時候 他們很精準 有時候 就不是那麼精準 為什麼外國女生 外國籍的女生 比肩結財多得很多 離婚力很高 一看那個盤都要離婚的 很奇怪 那我們 東方的 華人這一塊 最近45歲以下的女生 也是一樣 那個命盤看起來 離婚力都很高 很奇怪 50歲55歲以上的命盤很少 很奧妙 很奧妙 那我們今天來講 這一位女私主 你看 你們要打開 各位 女性同胞們 你一定要打開你的命盤 一定要打開你的命盤 注意喔 注意喔 商官的人 一般都很漂亮 商官的人 一般脾氣都不好 商官的人 一般都很愛講話 這是有因果關係喔 因為他人很漂亮 班長 那個都很愛講話 小老師的 批啪批啪了 一定商官 這種呢 一定要漂亮 第二個 他漂亮又脾氣不好 富為因果 所以這種呢 很怕碰到一個東西 就是劫財 如果 如果 你 如果 三官旁邊有劫財 你要注意喔 你行主坐臥 四大為宜 都要很注意 因為你一個不小心會很做出錯誤的決定 所以如果你 三官又加上劫財 兩個又同住 或是左臨右舍 或是透肝 你要特別注意喔 老師要跟你講要特別注意喔 你這類子的感情生活 還是你的婚姻生活 你要提心跟掉膽 要把心提著 要掉著這一顆膽 不然 很容易粉碎 如果你的桃花再不正 你又再深入 那你更慘 懂得懂 很慘 因為劫財這一顆喔 劫財啊 劫財這一顆 一般我們叫 羊刃 它是一把刀啊 這裡有一把刀 刃 這個羊刃格已經跟你暗示了 一個人個性強強強強強強 最強就筆尖 強過筆尖就是劫財 要出事了 因為那個刀已經出竅 你知道嗎 所以這一把刀不砍就要砍自己 劫財有這種特性 刃 尤其你的刃 落在你的業柱 叫業刃格 我哪看了業刃格 我一般看到業刃格 我都很恐懼啊 我有一個老師非常優秀 業刃格 所以他很可惜 他每次到那個 很重要的關口 都是會碰到那些小人 沒辦法 平常都很好很好 每次到有一個機會去升遷 你知道嗎 每次要升遷了 就是有人 唉這個很奇怪 很奧妙的反應 就有人去寫報告 就打得很累 這題外話 這一顆 所以各位女性同胞還是男性同胞 如果你們有傷官 有劫財 然後 病得很近 然後你又覺得 生活不太安定 你要趕快來找老師 我倒是可以教你 一二三 三個方法 稍微閉一下 很重要 這個很重要 平常我們風花雪夜聊聊天 無所謂 比如說我的桃花 我沒有桃花 我也不會死啊 我有正桃花 我也不會特別快樂啊 我有騙桃花怎麼樣 下次跟你講 很多東西就好像出車禍一樣 你車開好好的 突然之間 突然之間 跑出一隻狗 跑出一隻貓 你為了閃那隻狗 閃那隻貓 寒兜的轉一下 撞到別人 那我請問你啊 你有沒有很注意喔 你怎麼知道那隻阿狗 那隻阿貓什麼時候跑出來 有沒有 這叫無妄之災啊 像桃花是這樣 桃花節啊 就在某年某刻的某一個時候 你剛好認識一個男生 覺得他不錯 那個男生也看上你 也覺得你不錯 結果勒 有一天就覺得你很差 你也覺得他很差 要理不理的就出事了 桃花節有帶一把刀啊 注意喔這一把刀 桃花煞是一定要殺的啦 人生最好是桃花傷啊 丟來兄你知道嗎 內傷 你愛傷那個女生 那個女生的家長反對 你也不想讓這個女生不好做人 強忍悲哀你知道嗎 強忍悲哀你知道嗎 含著眼淚 帶著微笑 還是這個女生嫁給別人了 桃花傷 桃花傷再怎麼比也比桃花姐好多了 桃花姐是很恐怖啊 有沒有聽說有一種叫做恐怖情人 有沒有 有沒有 那恐怖情人為什麼對你下手 我說過扯到英國 啊因為英國 英國顯現了一個結果 一個一變數就是在巴斯的結構當中 所以有時候我們巴斯會跟你講 你大概什麼時候有一個官司 有一個叫做車禍 就是從這裡來的 但是不要太難過啦 因為 這是一個循環嘛 一個cycle 好像春夏秋冬 人生是一個循環啦 好像你有漲潮 你就有退潮 那現在很多人來論民是因為他剛好在 漲潮退潮中間 他想說老師 我下一個高潮什麼時候來 高潮 那我們透過巴斯可以跟你講 3年後6年後還是7年後 第7年到第12年 你有一個高潮 那現在你可以做一些準備 但是第7年 第9年到第12年這段時間的時候 你可能 明年開始會掉了3年的低潮 所以低潮高潮 都是你的命裡面的安排 一個係數 不要太難過 這叫做flatuation 波浪理論 波浪理論 那這位小姐的命盤 我已經跟他講了 你什麼都好 你的意志力太強 而且你命中帶了一個桃花灑 帶了一個桃花灑 要注意 一定要 一定要特別注意 你又帶傷關 你又帶傷關 所以你這輩子如果說想要轉這個運命 還是那個方法 一定要做一個修正行為的方法 修行 第二個 老師會跟你講這個123 那如果各位對這個有興趣的話 你們可以跟導師來聊聊 這個很重要 因為每個人的方位不一樣 每個人的顏色不一樣 每個人的洗神用神不一樣 每個人的吉祥物不一樣 每個人的政策也不一樣 等不懂 有的人就適合去大陸發展 很奇怪 有的人適合去東南亞發展 有的人就是不能離開台灣 你一離開看看 水土不服啦 那裡不舒服啦 那裡不爽 有的人在台灣有智男生 一到大陸去 灰龍載天 一到東南亞去 有沒有 大龍歸海 很奇怪啊 很奇怪的 很奇怪的八字結構 所以 吉跟凶 就要看你有沒有德跟施啦 如果你都不動的話 不動的話沒有什麼吉凶 沒有什麼對錯 沒有什麼德施 就原地踏步嘛 所以最好的方法是不動 你只要一動 一定有吉跟凶 有吉跟退 有德跟施 有善跟惡嘛 有沒有 所以才有動靜惡向了然 不是你都不要動 也不要靜就卡在那裡 那這個八字在跟你講 正桃花 你有了 如果讓正桃花的氣場更強 保持乾淨 不要被那種爛桃花 偏桃花 來影響你 那如果滿盤都是桃花結 桃花桑桃花上 怎麼克制 最重要是 老師啊 不要說正桃花啦 我淋一個桃花結 我淋一個桃花桑 我淋一個桃花煞 你一個桃花蟹 那個蟹蟹都沒有 老師我怎麼辦 可以 那就要破例找一個你的桃花位 沒有辦法了 就找出你的那個lucky 找出你那個最lucky的地方 來跟你鼓勵一下 孤一下 可以透過這種陰陽五星 還有風水最精髓的部位 因為你不是貪心嘛 因為孤陰不生孤陽不長 你想找一個太太 還是說你想找一個老公 這個理論上不難 但是 你說你要找到一個 全世界最優秀的老公 還是要找一個全世界最優秀的女人 真的就比較難 你說我就要找一個 就是大家談得來的女生還是男生 然後 組織一個家庭 說真的啦 不瞞各位說這個不能 透過這種八字這種洋宅 風水 不能 那因為有的人他因為他是藝能 藝人藝能界的人 他需要很多桃花 那是另當別論嘛 他有很多粉絲有沒有什麼粉啊什麼粉 那是另當別論 其實男生也需要桃花 男生的桃花叫做Christmas 叫做魅力 男生的魅力 那女生也是魅力 女生那個魅是撫魅的魅 男生那個魅力叫做mi liaku 日本話叫mi liaku 英文叫Christmas 有沒有那個一個鬼字邊 這個魅 男生是這個魅 是不是 這個魅 女生是這個魅 有沒有 不一樣喔 男生也需要桃花 男生桃花出來 你就有這種魅力有沒有 會吸引人 有一種Christmas 會讓人家來 聽你 喜歡聽你演講 像很多政治人物一出來有沒有 有沒有 我不指名他出來 就有一種光環有沒有 你看了就很高興 哇哇 什麼總統加油 什麼總統 類似這樣 那女生出來不一樣啊 人家會叽叽叫有沒有 酒令可以講啦 因為台灣蠻有名的 酒令啊 有沒有 還有一些比較漂亮的女生 小叮噹啊 有沒有 一出來有沒有 那叽叽叫那個叫做魅力 所以男生也需要桃花 不是說男生不需要桃花 齁 如果有感情上的 問題 比如說 你都沒有感情上的 都沒有感情上的事情發生 你可以來找老師 論一下命啊 如果感情有問題也不錯 有問題比沒問題好啊 老師啊我都是爛桃花 老師啊我男生認識很多不曉得叫哪一個 欸 你們寶漢不知惡漢雞啊 你講這句話的同時 很多人是宅女很多人是宅男耶 沒有對象耶 你好幾個不曉得挑誰 當然 你也陷入一種迷思 可能正桃花可能 偏桃花在那裡掙扎 但再怎麼講比他們好啊 你現在是不曉得說 我下一餐要吃日本料理 還是要吃 西餐 還是要吃法國料理 你在猶以不絕 有的人是沒得吃喔 沒得吃 好啦 我們今天的視頻喔 就講到這裡 桃花還是一樣 桃花的品種 正桃花偏桃花 有桃花節 桃花煞 桃花桑 如果都沒有 如果找出你的桃花味 如果你帶桃花桑 桃花煞 還有桃花節 如果來區局避凶 可以來找老師談一談 今天的視頻拍到這裡 喜歡的話 分享或加入訂閱 OKOK 拜拜 拜拜 拜拜